哈囉大家好我是甜蜜,好久不見的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再來看一下我們的獨自模式 為什麼要來看一下這個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觀眾他說他達到了48回合 而且如果有機會的話很像還可以再給他突破 而我自己嘗試了一下就給他拉到了45回合 上一支影片裡面我才想說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划算的 又可以輕鬆打5幣的話應該蠻賺的 而這一波下來又很難得的可以輕鬆7幣 但是說輕鬆7幣了但是也沒有到穩定的意思 唯一一個要過的坎就是我們要靠著改電去把獅子給打爆 還有第二個坎就是我們要把陰陽給點亮 只要能夠做到這兩個坎的話就絕對是7幣 直接可以從3幣跳7幣 不然的話應該就是如果倒在獅子就3幣 如果打不過陰陽點不亮的話很有可能應該也還好 因為有聚集在所以你有很多時間可以點亮我們的陰陽 所以我覺得高機率可以7幣啦 那如果你的太陽點亮又高星之後應該是可以達到50的沒錯 只不過我這邊出了一點點問題有一點可惜啦 就是被那個轉王給搞了一波 我們的七王召喚出了轉王 而太陽面對轉王的淫威之下是完完全全疊不了傷害的 那除此之外基本上很像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啦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三回合的時候有賭博骰自己注意一下 我們的火骰就不要給他合成掉了 畢竟前面你有弓箭骰跟颱風骰已經夠香了 那這邊的話在第15回合之前一定是可以讓你的賭博成長一波 那前面有賭博骰的話對於獨自模式而言會變得超級超級像 因為他的星數會跟你用成長啊 那獵城比起來會舒服很多 這個時候賭博就非常非常香了 對如果你是用獵城的話反而還不一定有可能會機率會衰 你看我這樣一爆下去直接兩顆六星就長出來了 這樣前面是要怎麼輸 好啦那我們這邊的話再拿出改電這邊比較神奇 因為我是直接抄著觀眾的玩法 那如果我正常的話應該會先用小丑跟成長來嘗試看看吧 結果他這邊用改電我們就來試試看 結果發現欸對他沒錯要用改電 不然的話後面打王的傷害可能力度會有點不足 那不如小丑後面再用的話這樣陰陽才可以點亮 不過這樣就等於是慢一回合點亮陰陽啊 只不過這邊就可以靠著那個改電先來撐一下 因為等一下要打獅子嘛 除非你可以在第...陰陽剛出的那一回合就直接把陰陽點亮 那或許可以更香 好啦這邊我覺得是可以再調整一下 不過我這邊就沒有做任何的更動 因為畢竟一局就直接打成功了 我就沒有想太多 對說不定這樣調整之後也可以欸 反正玩法很多 只要能夠達到你的目的都是好的方法 好啦現在到第18回合了 我們這邊呢剛剛15回合成長長完之後呢 就開始無腦的去拉 但是你說無腦嘛沒有 我們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的那個陰陽跟小丑的部分 對就是我們現在的改電 因為呢等一下要把它給變成我們的那個點亮才可以 如果沒有點亮會有那麼一點點的麻煩 好啦在前面這個情況還可以算輕鬆的處理掉 因為畢竟我們的颱風閃還在 而且還弄到了一顆七星 不過等一下他就變成狙擊閃 而且是七星就變成有那麼一點點不好 雖然說以打小兵而言的話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為他的傷害非常非常的足夠 以一次可以打七隻怪而言 然後我們改電又可以打七隻怪 所以他疊起來的傷害很可觀 尤其是我們的改電最近又加強過了 雖然說我覺得跟達王沒有關係啦 他也只是加強你當之而已 不過當之的部分很像也有稍微的加強一下 誰知道未來還會再改什麼呢 我們還是蠻期待說這種飛船就骰可以大幅度的改強 好啦現在到第24回合了 那這邊的話呢我已經先把我們的改電先留著 能不動就不動 那如果心數太低的話呢自己再去感受一下 那這次運氣的還算不錯 我們直接把陰陽給他叫出來 而且場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賭博骰在場上 所以這個狀況直接就算是一個buff嗎 對這個狀況比較難一點點 可是因為賭博骰可以扛很久嘛 就可以在23回22回合這邊瘋狂去合成一下 如果有賭博骰的話反而就是你的陰陽 你要早點去出來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剛剛25回合的話算是這裡唯一的砍了啦 只要把這邊給他打掉應該就沒問題了 只要你的傷害是足夠的 傷害足夠的也沒有什麼 就是你的顆數多一點點 而且你看我現在場上還沒有軍列喔 如果你只要有一個軍列的話那個傷害會疊更高 疊更高的話一切就更好打了 那打到27回合這邊也算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改電都有配上狙擊 所以這邊基本上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那唯一的話應該就是第一...也沒有問題 只要你場上有狙擊在的話 你的傷害完完全全是夠把小王跟後面的那些跟班全部處理掉的 那我這邊就把我們最高星的陰陽點亮 你有辦法點亮就點啦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就多點亮 能多點亮幾顆是幾顆 好啦那接著就完完全全沒事了 當你把陰陽點亮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直接掛機而已 那我們的陰陽傷害呢 來到了4萬多滴 小兵的血量也不過就是三... 三十幾K而已耶 基本上這個傷害是完完全全爆表的 如果能夠在這裡把陰陽點亮 真的是蠻舒服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發現這裡很像很久沒有出現其他的攻擊傘 這裡沒有吞噬 也沒有暴走 也沒有...守護是有啦 然後你說什麼暴風啊 都沒有耶 海嘯也沒有耶 充電很像也沒有在這裡 突然覺得在這裡的攻擊傘有點少耶 過熱也不會出現 對啊其實獨自模式它是不是很久很久沒有更新了 這裡很像也不會有心甩 還是其實有心甩 也不會有COMBO甩 好啦不管怎麼樣 就看這個遊戲這個地方有沒有要調整一下 不然獨自模式雖然說我覺得還不錯玩 但是就有點點... 裝飾有一點少 我覺得獨自模式可以稍微的去著重它 說不定會變得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不然的話這個遊戲都是PVP而言 其實蠻可怕的 都沒有一個人可以練功的地方 一定都要跟的 不是跟別人打 就是要跟別人一起玩 算是一個這個遊戲 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啦 就是你不能夠獨自在那邊悶聲發大財 那種感覺 好啦那我們這樣聊著聊著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就已經打到第39回合了 這邊就有點小危險了 因為呢我們要... 陰陽已經沒有了 這個時候要非常快速的把太陽給它點亮 那只要有太陽點亮 就也沒問題 當然盡量高星 因為你的重力會把你合成掉 然後你高星的話 比較不會被重力給搞掉 那你說太陽高星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疊得比較快 太陽記得是無限疊傷的 只要疊到後面的傷害 基本上是可以把所有的網都給他處理到 只要他打得夠久的話 好啦 那我們這邊的太陽的話 是1357是早期的太陽 而不像是我們現在 通常都開太陽特性4顆的太陽 只要你的太陽點亮 這邊也算是沒有問題 只不過 反正就是遇到那隻七王 七王竟然給我召喚出蛇王 他召喚出什麼王我覺得都還好 結果召喚出一隻那個轉王 我剛剛講蛇王嘛 召喚出一隻轉王 我的太陽瞬間就沒救了 有點可惜啦 如果這邊沒有召喚出轉王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再凹下去了 你看這邊完完全全不用擔心 我們這邊有沙骰 有那個盾牌 可以幫忙前面的扛一下 就算等一下盾牌沒有了 我們還有沙子在啊 可以看看那個傷害有多麼多麼的兇殘 好啦 你就兇殘 那個跑得快好像也是蠻快的齁 對啊如果跑得快沒有停下來的話 那個王可能是打不太掉的 嗯嗎 不一定啊誰知道 沒有打到後面去 但是我覺得7B的狀況也已經非常非常香了 如果你有打到10B的話 可以在上面稍微留言一下 我們這邊就來迎接我們的第40回合的該死的 蛇怪 蛇王 應該有蛇怪啦 蛇王的話是第一隻 他這隻叫蛇怪 其實滿不懂為什麼這兩隻的王的形象要那麼像 這隻應該要講的話叫眼鏡蛇吧 第45回合 王的形象其實還好 但重點就是召喚出了一隻轉王 召喚出轉王的時候我就知道完全沒有救了 因為就算我今天全部丟我心好了啦 除非我能夠在轉王的這一個階段把傷害給它跌到 把轉王給弄爆不然的話呢 直接會被走進去 有一點可惜啦 45回合7B1萬塊 但是以獨自模式而言 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這打上去大概是花15分鐘吧 就可以獲得7B 7B的話呢 你就可以換兩天的30鑽石 所以90鑽石 這樣的話就等於是180鑽 其實是很划算的一個地方 你只要花一張券就好 一張券你最貴最貴也不過就是1萬塊 你花1萬塊去花180鑽 還多 多200鑽應該講200鑽 210鑽 應該是相當一個爆炸 好啦這影片就該到這裡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3 2 1 3 3 3 2 3 4 毛1 5 1